槟城清早向社区关怀中心外风的停车场充满废弃物 事工决定召集人力 同时邀约当地居民共同清理社区环境 这是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一个月的美化社区活动 这是我们这个东区第一次举办美化社区 有差不多50个人左右的出席 然后也看到一些居民 虽然不多可是我们希望说 以后第二次第三次会有更多的当地居民来参加 准备开始清理 天空却开始下雨 事工便在社区关怀中心内等待雨停 同时祈祷和聆听环保宣导 雨过天晴 事工与民众合理检视周围的废弃物和树枝树叶 环境变得清新 众人也有所学习 众人开始说 今天我们能环保 我们就是救这个地球 然后我们就是要了解 美化环境 我们就不会随意丢垃圾 我就很开心可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可是quite honor do能参加这个活动 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起保护地球 然后可以一起清理这边的地方 人人发挥萤火虫的力量 让社区环境变得患人一心 也让居民体会守护家人卫生的重要 大爱新闻 这次美术公马来西亚综合材贸报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一人一善 卷离灾难 然后点灾难 欢迎二人一邀 另一份过一名 好 下次又往さん 自来 我们愿意 这么着 不吃